看看新闻榜 为帮男友有更大发展 荣祖儿亲自出面 向自己的老同学 太阳城娱乐行政总裁 唐才智大力推荐 成功帮男友 逆得实力雄厚的新东家 除了为男友的虔诚操心 荣祖儿在经济上 也是不遗余力 除了帮男友支付公寓租金 就连图片中 这辆自己的百万豪车 也毫不吝息借给男友 早前英狂娱乐老板杨寿成 曾公开表示 自己对刘浩龙单方面高调 公布恋情这一举动的不满 但深陷爱情中的荣祖儿 对男友的举动并不介意 反而在演唱会现场 公开为男友点赞 可见刘浩龙在他心目中 无可替代的地位 在爱情面前 即便娱乐圈的大明星 也有着痴狂的一面 比如追女孩大方至极的林峰 为女友吴谦宇租住半山豪宅 大买名牌信用卡认刷 送名车加环球旅行 耗费了千万 实在是爱得好深 再比如近期终于公布了恋情的 黄晓明跟Angela Baby Baby如今之所以发展的顺风顺水 与背后经纪公司华宜的力 广播关系 说起来 这可是男友黄晓明前的选搭的桥 小明又给很宝贵的意见 对 所以非常感谢 什么样的意见 他说 周磊哥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 就好 如今逐渐活起来的Angela Baby 跟黄晓明 已经是大家心目中 门当户对的镜头玉女了 晓明的苦心经营收效良好 不像有些复出最终复制东流 2005年一部《武林外传》 让扮演郭富荣的姚晨逆举成名 2009年 一部红遍全国的谍战片《潜伏》 又让扮演翠平的姚晨人气爆棚 相比之下 她当时的丈夫领消速的事业却平平 身为妻子的姚晨 一方面坚守着自己家庭主妇的职责 如果没有戏 我都会回家做饭 就曾经拍菜市场 我就顺便买了一堆菜 另一方面 姚晨利用自己在圈内的影响力 努力提携丈夫 在街拍电视剧 和空姐同居的日子时 她就极力向导演 推荐灵消速担任男主角 成为微博女王后 姚晨的微博 也成了灵消速的主要宣传阵地 有的时候你老婆又宣传你了 她就会在微博上 也都帮忙 推播出栏单的 因为她没有什么宣传 也没有任何的经纪公司 她一直是一个 我老说的纯艺手男 然而两人的这段婚姻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走到尽头 同样为爱人全心付出的还有演员王志飞 2012年随着北京爱情故事的热播 张欣逸这个名字开始被众人熟知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她曾经跟王志飞有过七年恋情 据知情人士爆料 两人相恋时 王志飞已经是个知名演员 而张欣逸还只是异校刚刚毕业的学生 王志飞对这位小女友尽心尽力 不仅帮她解决北京户口 还手把手教她演戏 用尽一切机会 帮女友的事业铺路 甚至当时张欣逸出演北爱的一些前妻暗头工作 也都是王志飞帮忙做的 可没想女友最终成名之时 也是这段爱情走到尽头之时 如果能够不伤人 该有多好 无论如何 每一段付出都会留下一段明星的回忆 那些为爱痴狂的人 如果能迎来开花结果 就再好不过了 新闻再见 中口八道